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因为台湾现在处于一个大的低压带 所以水气是比较多的 各地降雨几率就会稍微的偏高 北部地区算是最稳定的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都要注意 一十多云短暂震雨 尤其是午后中南部的山区 之前已经累积了相当大的雨量 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中南部山区的降雨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这个推估 今天的北部地区是多云到晴 是各地最稳定的天气状况 那么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4度 不比较接近山区的地方 还是要注意 人就可能会出现午后的短暂雷震雨 中部地区应时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是40% 而南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震雨或者是雷雨 降雨几率就高达70% 尤其是山区降雨几率是非常高的 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震雨或者是雷雨 降雨几率是4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2度 澎湖地区应时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1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29度 台中台南跟澎湖28度 高雄宜兰花莲台东27度 整体来说呢 那么这个礼拜一礼拜二 比较容易出现午后的震雨 尤其是南部地区 北部地区相对稳定一些 到了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呢 除了山区大概平地呢 降雨几率就会大幅度的下降 好所以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上个星期五 终于出现了反弹 道琼工业指数呢 大涨了654点 收盘指数是40,589点 涨幅高达1.64% 而纳斯达克呢 也上涨了176点 收盘指数是17,357点 涨幅1.03%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59点 收盘指数是5459.10点 涨幅1.11% 那么非城半导体呢 则是大涨了97.77点 收盘指数是5103.13点 涨幅高达1.95% 以四大科技公司来说 以四大指数来说呢 那么全数涨幅都超过了一个百分点 它意味着各个类股 其实平均来说都是上涨的 而七大科技公司呢 那么除了Alphabet 还有特斯拉 还在继续小跌之外呢 苹果 微软 NVIDIA 亚马逊跟Meta 都是上涨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的部分还是要去注意一下 因为担心全球的需求不振 所以呢 你看到油价在上个星期五呢 继续的下跌 纽约盐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12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7.16美元 跌幅达到了1.43% 以上周而言 纽约西德州原油就跌了1.9% 而白布兰特原油呢 也下跌了1.24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1.13美元 跌幅达到了1.51% 一整周而言呢 也是跌了1.5% 现在看起来呢 原油市场 它分供给跟需求嘛 以供给面来看的话呢 目前其实市场 确实有一些相对 有利于油价控制的一些讯息 比如说俄罗斯啦 这个还有哈萨克啦 伊拉克啦 那么强调说 他们要遵守OPEP 石油输出国组织呢 那么所定定的减产协议 他们会严格遵守 这在供给面可以得到控制 但是市场的下跌 显然担心的就是需求面 从中国大陆的经济 现在普遍开始蔓延出来 那么不只是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那么其他地方的经济放缓 尤其美国的经济放缓 更是让人担心 好所以我们看到油价呢 似乎出现了跌不休的一个状况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加个黄豆期货呢 大跌了百分之2.87 另外呢 在贵金属的部分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上个星期呢 看起来就像大怒神一下 那么礼拜四呢 重挫礼拜五呢 大幅度反弹 那么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上涨了2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每盎司的报价是 2427.90美元 涨幅达到了1.17% 那么但是以一周而言 仍旧市下跌了大约是 百分之0.8% 黄金在7月中旬7月17号 创下了2488的历史高点之后呢 就开始拉回修正 上周一度曾经跌破了 2400美元的关卡 但是礼拜五呢 又回弹 来到了2427美元 白银的期货呢 也小涨了百分之0.16% 不过铜的交易要注意 上个星期五继续下跌了百分之0.04% 事实上以高点来算的话呢 今年铜的期货从高点以来 跌幅超过了百分之20% 这是值得注意 因为上半年铜还非常的强劲 但是突然呢 在7月过去这两三周呢 出现了大幅度的转变 白银的期货呢 跌了百分之1.02% 另外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小跌了0.04个百分点 来到104.29% 上周最受瞩目的是 日元对美元狂升 超过了2.5个百分点 但是呢 这个礼拜呢 大家显然要观察的就是 美国 英国跟日本 在这个礼拜都要举行利率决策 那么都是在礼拜三 礼拜四两天呢 先是日本 接着是美国 再来是英国所做的决策 那么会影响全世界的货币动态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三大早股市在上个星期五 也都是上涨的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上涨了99点 涨幅1.21%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90点 涨幅1.22% 德国普兰克指数上涨了118点 涨幅0.65%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上个礼拜五呢 美股的大反弹 其实跟美国商务部呢 所公布的几个最新数据有关 首先呢 是联准会最重视的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这个呢 是联准会最关心的物价指数 那么不管是就它的年增率 或者是月增率 就一般的PCE 或者是核心PCE 整体来说呢 它其实跟这个预测值都差不多 大概都比预测值相当好 那么跟前值 也就是跟六月份的数字相比呢 大概可能跟五月份的数字相比 最多就是小幅成长 或者是符合五月份的数字 所以呢 以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来看的话呢 其实通膨确实相对被控制住了 那么所以呢 这也是市场大涨的主要原因 因为预期联准会 七月应该这一次不会降息 但是九月降息的几率非常的高 但是呢 在这里面啊 联准会非常重视的 就是不包括能源 也不包括住房 住房它的这个固着性很强 但是呢 住房是落后指标 所以呢 不包括能源跟住房成本的 超级核心PCE 主要就是在一些服务业 还有这一些涨了之后 很难跌的商品价格 它的PCE 个人消费物价指数 那么六月份呢 年增百分之3.43 略高于五月份的3.39 如果按月相比呢 也比五月呢 那么月增百分之0.2 也比五月的月增速度呢 是稍微的加速 所以整体来说呢 这个数字里头 就是这一个 不包括住房跟能源的 超级核心PCE呢 稍微的要关注一下 比较值得担忧 另外呢 要注意的是 美国民众的消费意愿 那么上个礼拜五呢 密西根大学 所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只有66.4 比前一个月的68呢 再进一步的往下跌 创了去年11月以来的低点 反映出来呢 现在的高物价高利率 真的影响到 美国消费者的支出 事实上上个礼拜五呢 美国商务部所公布的资料当中 也包括了美国民众的 收支资料 收入跟支出 结果呢 不管是收入或者是支出 它的月增率年增率 都显示美国消费者的 收入成长放缓 支出成长也放缓 所以呢随着就业市场 如果继续降温的话 这个消费市场的成长 显然还会在进一步的放缓 这也使得六月份的储蓄率呢 降到了3.4% 创了2022年12月以来的新低 整体来说呢 因为就业市场放缓 然后呢收支成长也放缓 然后同时呢 这个PCE成长也放缓 所以呢连准会呢 九月降息的几率呢 更大幅度的上升到 以利率期货市场来看 来到了百分之93.8% 好那当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道琼呢 上周一整周涨了百分之零点七 科技股还是其实相对弱 那么以标普一周而言的话呢 是跌了百分之零点八 纳斯达克呢 一周是跌了百分之二点一 费城半导体一周呢 是跌了百分之三点一 台积电的ADR一周 也是跌了百分之二点三 所以只有道琼是上涨 另外呢就是以小新股为主的 罗素2000呢 一周涨了百分之十一点五一 这个转换呢 是非常明显的 尤其呢是在科技七雄当中呢 已经有四家这个股价呢 跌幅超过了百分之十 进入修正分别是辉达跟特斯拉呢 各跌了百分之十七 那Meta跟Alphabet呢 那么分别跌了百分之十四 跟百分之十二 苹果的跌幅呢 最轻微跌了百分之七 而微软跟亚马逊呢 从高点以来呢 已经跌了百分之九 所以这个礼拜呢 包括微软 Meta 苹果 亚马逊 还有包括了英特高通 AMD 这个礼拜呢 都会公布财报 是科技的超级财报周 另外要注意的呢 是本周五呢 非农就业报告 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要注意的呢 是Morgan Stanley呢 他向他的机构客户呢 提出了报告 提醒哦 那么电脑所驱动的 这些对冲基金呢 所释放出来的资金呢 上个礼拜达到 两百亿美元一跌 就触动了城市交易 然后他们就自动的 释出了两百亿美元的 这个股票啊 卖出 那么这个礼拜呢 有可能对冲基金会 再减码两百五十亿美元 他提醒过去这两个礼拜呢 原本呢市场是轮动 但是呢在上个礼拜呢 出现的已经是指数的去杠杆化 所以这个礼拜 对冲基金呢 会不会在股市如果下跌的时候呢 再加重他们的卖压 是值得关注的 好 不过呢 这个高盛的研究者是认为 对冲基金其实大部分还是坚守科技股 那么主要抛售的呢 是多头基金削减他的部位 好 另外要注意的呢 则是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啊 因为包括了Morning顾问公司 他们现在研究收入超过十万美元的 美国消费者 他的支出占他的这个收入的比重 已经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二 比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二十四要来的低 好 另外呢 从最近这一段期间的财务报告来看的话 UPS航空公司 还有马铃薯很重要的这个生产公司 兰威斯顿都提出了警告 需求加速的减缓 甚至于下滑 另外密西根大学财务金融学的退休教授 赛亨提出了警告 因为他设置了一个内部人士信心网站 从呢 内部人是大股东 他们买入的股票 净买入的股票站公司的 所有的这个比重呢 去做比较 那过去十年平均的是百分之二十六 但是呢 在七月的前三周突然降到了百分之十三点六 是近十年来最糟的记录 那要注意这个整个的这种大股东的卖压 好 另外这个礼拜呢 最受瞩目的当然就是 美国联准会 日本央行 以及英国央行 这个礼拜都要举行利率决策会议 上周呢 日元狂升了百分之二点五 最后礼拜五的时候呢 来到153.77日元 对一美元 盘中曾经一度来到 152日元 对一美元 好 那这里面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预期日本央行 有可能这一个礼拜会升息 那么当然现在市场呢 预测这个日本央行升息的几率 高达百分之六十四 但是呢 经济学家认为 日本央行升息的几率 其实并不大 好 这个礼拜三下午呢 应该就可以见分小了 好 另外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过去这两周 上半年呢 最夯的三大类交易 投资半导体股 然后呢 放空日元 以及呢 做多同价 结果到了七月的时候 全部都逆转 那日元的部分 跟半导体的部分 大家非常熟悉 但是呢 在同价的部分呢 过去这两个礼拜 那大幅度的下跌 以同价呢 以它从五月初的 那一个最大 最高点来看 那么这个已经回挡了 百分之二十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 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呢 在周末的时候呢 公布 这个六月份 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 那么年增 百分之三点六 这比七月的 年增百分之零点七 明显的 成长相当多 所以工业成长 还是带动 中国大陆企业的 这个 成长的重要来源 好 另外我们看到 陆港股的部分 上升综合指数 上个星期五 小涨了四点 涨幅0.14% 深圳城市上涨了122点 涨幅达到了1.45% 香港恒生指数 小涨13点 涨幅0.08% 台北股市上个星期五 真的是大学习 大跌了752点 收盘指数 22119点 跌幅达到3.29% 这个跌点呢 创下了史上的 第三大的跌点 成交金额呢 4915亿元 另外呢 外资大幅度的 卖超了 844亿元 史上第三大卖超 不过呢 上个礼拜五 美股的反弹呢 使得台北股市 今天有机会 出现反弹 请不吝点赞